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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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资料我都已经在分享资料夹里面有给各位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重点其实就是我会先跟各位闲聊一下课纲 然后聊完课纲之后我就会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些主题 那包括我们在运作主题型课程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把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去把它做融入 然后学生的动机引导的一些方式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呢就会介绍到另外一种上课的方式 就是我平常在中年级教基础的课程的部分 那这样的课怎么去带他们创造力跟素养化 还有自主学习的部分 然后会简单做一些这些曼陀罗啦 九宫格这些方法的说明 那今天大概是这两个大部分 好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课纲 好 那课纲的部分呢 好 这个最近修 就是这一两年修这个课纲 这是修的天怒人怨 所以在我的立场 等一下我讲完我课纲的这个真实的面向 那各位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好 那我想课纲它都是 教育这件事情它是在服务人类的经济需求 那所以课纲的修订呢 通常是这张表要从右边往左边看 它通常是呢在 就是人类有这些类似世界经济合作组织 这种这种单位 它有一些需求之后 然后它会在 它会公告说现在世界需要怎样的人才 那所以各国的课纲就会依据这个要求 去修订自己国家的课纲 然后各国修订课纲的时候呢 当然会依据自己国家的需求 再做一些融入跟调整 所以其实从公布到各国修 修那个总纲或修课纲 这其实中间已经有一点时间差了 然后呢 而且各国有做了一些修订嘛 所以这中间跟目标 其实也有一点差异了 那当各国的总纲修订完毕之后 那就会进入要订那个课纲的细则 那修总纲是一批人 订课纲是另外一批人 所以这中间除了会有一些时间差之外 那个总纲原先想要有的精神 跟课纲实际定出来的内容 可能又会有一些不大一样 他的精神上面就会有一些不大一样 而且课纲这件事情是 定出来这些东西 其实是给完全没有概念的人去follow 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概念 有想法的人 你也知道世界的潮流 那其实你的想法已经是超越 这个缓慢的课纲 所以其实你是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超越 但是如果你不了解课纲 或完全没有idea的 至少他有给你一个方向 给你去follow 所以这是课纲 修订出来的课纲 那修订出来的课纲呢 他会下放给辅导员 让辅导员去做各县市的研习跟推动 那所以你想想看 订出来课纲的人 他的想法跟订课纲的想法 跟辅导员去学的时候 中间一定也会有一点 有一点小小的落差 然后中间又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一直到辅导员到各县市去推广 这也是会有时间差 推了一两年 大家还是不太了解课纲这样 所以他推广 实际推到老师的身上 事实上那个距离 还是就是又会有一些距离 所以这个Delta最近很流行 Delta很可怕 一个Delta就算了 你看这么多个Delta累积起来 然后这么多的时间累积起来 然后所以等到现场要实施的时候 这课纲其实已经慢了好几年 跟世界的需求已经慢了好几年 就算你真的可以百分之百 让现场的老师了解 那可是等到你实施的时候 世界的需求已经改变了 已经改变了 所以说实在这种课纲定的方式 实在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真实的面貌 你真的会觉得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应付 世界快速的变动 那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历程 真实的历程 那我们当然就要有反省 所以我们就做一些反省 那你就会想说 那我为什么不根据现场的需求去修正 还好我们的课纲都有留三分之一的新兴科技 就是留给各位空间去修正的 当然你要修更多我们也没意见 毕竟国中的政客才要照着课纲走 那如果你是社团或者是国小 国小现在连课纲都没有 那你就其实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跟世界的潮流去做推动 那虽然那个国小部分国教院 他有出了一个参考的内容 但是事实上我们有去教育部 有跟国教院开过会 那也有现场跟他做过咨询 那的确是他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因为他也还没有进课纲 如果真的要他要求我们的话 他必须得先进课纲 进了课纲才有资格要求 那所以现在还只是一个参考标准 所以各位不要在他上面有太大的执着 那既然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可以按照现场的需求 去做修正的话 那为什么不按照未来的能力去做修正呢 因为学生学完已经过了几年 他出社会已经是几年之后的事 那如果学生学到了这个能力 希望出社会就能用 那我们的课纲其实应该是要根据未来的需求 去做修正 这样才是上策 对不对 应该没讲错嘛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你怎么会知道未来需要什么 好 那可是这一件事情 其实好像也没有很困难 未来这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有几个方向你可以参考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从先进的地方拿过来的东西 就我这个地方没看过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未来 那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上课其实是可以训练他的想象力跟创造力的 比如说现在5G的开发 那你只要了解5G的核心是传输资料速度变得非常的快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去做一些 不管你用曼陀罗或用新制图去做一些发想 当这个资讯传输的传输的速度变得快到 只是一瞬间就可以完成的时候 那什么东西会发生改变 会怎样改变 你就可以想出一些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方式 那所以呢 其实你不用一定要去等未来出现了 你才做因应 我们可以事先去做一些想象跟规划 那甚至呢 我们也可以去开创未来 你看很多那个电影 电影都会有一些未来的场景 然后结果你发现等到过了几年之后 那个电影里面的场景在现实里面是成真的 所以其实透过这些未来的想象 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 它都有可能在未来做发生 那你其实可以提早去做布局跟规划 所以未来 虽然我们还没有到 还没有办法直接回到未来去看 但是至少你可以有一些想象 可以有一些规划 猜测 所以不至于会离得太远 那在这中间呢 如果你想用未来去规划你的课纲 那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在课纲做修订 然后希望学生学到未来的能力 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些 比如说像那种万古不变的法则 比如说思考的方法 所以这里面我们的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管你的世界再怎么进步 你去解决问题 它的一些思考的方法 运算思维解决问题的思考的方法 那个是不会变的 那还有你快速学习的方法 那个东西也是不会变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 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基本盘 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些东西的做教学 然后另外呢 刚刚讲快速学习的应用跟变化的能力 这个所以我说心智图非常的重要 有机会各位一定要教小朋友心智图 它的应用 然后另外就是想象力跟创造力的开发 那这个可以让它以后自行的变通 这样 所以这些其实是最重要的能力 那在我们所谓的5C能力里面 这些也在里面 但是5C里面没有提到这一个 这一个我觉得这一个才是 还有那个云端 云端能力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是各位可以再加上去的 好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对课纲的看法 那所以各位实在除非你是 其实课纲它是它允许超越 它允许超越 然后你完全没有idea的 你最少follow它的步伐去走 好那所以我对各位的期待 其实是我们是可以超越课纲的 尤其各位今天来这个 来这个上课的老师呢 大部分都是蛮经验丰富的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讲 针对课纲的秘密的部分 好所以你如果可以做得更好 那那个课纲啊 或者是说来来考核的这些辅导员 他没有理由会反对你 因为你就做得比课纲好 就像当年我在西宝国小 我们做9年一贯的时候 我们也是超越9年一贯的实施的方式去做处理 那现场的9年一贯的评审委员来 他一样是称赞我们已经超越9年一贯的部分 好非常的赞扬 所以超越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不足的话你就要加油 所以课纲就是给你一个参考的 一个最低的要求 最低的标准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针对那个实际实施的部分 好那我们上次有提到 我有提到这个图 那我这边给各位的教材全部都息息授权 随便你用 不用客气 那里面也 我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学术的那种 所以你也不用拿去做学术的批判 因为我是不学无数的 我没有什么学术的背景 好那这是我自己归纳出来的五个层次 那上次有说 如果你在学校你是上正课的话 尤其是初级的 我就会建议你从下面上来 先学一个简单的概念 然后做一点简单的小应用 然后再回到简单的概念 再做一点小应用 然后给他一个小主题 去让他去做主题的练习跟变化 然后重复几次之后 那个概念熟悉的再去做大主题 或者是设计思考的专案 这是我们一般 就是用正课的方式 时间比较长久 而且是初级班 我会这样子去上 但是如果他已经有一点点基础了 或者他是社团课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短期课 或是研习的话 那我们就会利用 从中间下来 小主题的方式 从中间往下 所以你就定一个小主题 然后去做系统拆解 然后用运算思维的方式 去做先期的处理 然后再去实施课程 那实施完之后 去做各部位的概念的说明 然后原理的那个说明 然后最后再把它组合起来 回到那个主题的功能的部分 去做说明 那等到他这些 这个是我们平常就是中级以上的学生 我们在上这些课的时候 我们会用这种类似PBL的方式 去做 去做教学 那等到学生有一点这个问题解决导向的 PBL的专题解决导向的这个方式 他有做过这样的学习之后 也内化了那些解决问题的步骤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再往上 就是进到设计思考 最上面是设计思考 最上面这个部分是设计思考 那当然如果你学校比较有心的 他想要做整体的规划 那其实可以从校本课程的方式去入手 他先定好他比如说国中三年级毕业之后的目标是什么 那把这个当做大目标 然后在七八九年级去做切割 那升科上什么 资科上什么 上到九年级之后会达成这个最大的目标 这个是校本课程的部分 那当然老师学生如果已经有了这些基础的经验之后 你可以直接上设计思考 直接给他一个情境 给他一个情境之后呢 然后学生经过讨论之后 可能会找出几个几个想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你就可以在课堂里面直接做分组 然后各组去做辅导 这是我针对那个创课的课程的五个层次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会从我们会讲两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学 如果你是终极上那个主题型的 你是上主题型的 那我们平常在上主题型的时候 怎么样把现在课纲的核心运算思维 跟设计思考去做融入 那我这边给了一个很简单的步骤 各位其实你把这个步骤 如果你的课程 可以更好了 不一定只能这样子 我只是把那个 就是我刚刚讲那几个关键事 设计思考运算思维 创造力 自主学习力 还有 还有什么去的 这些很重要的 的这些关键字 就是课纲最重要的这些需求 那如果你要把上完你的课 然后这些需求都能够达得到 那我们其实就是这样的步骤就可以 如果你是PBL型的 主题型的 那所以主题型的我会怎么上 就是我自己上课的方式 给各位参考而已 没有规定你一定要照着上 你也不用批判我 你觉得可以用的你就拿去 好 所以首先呢 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都是直接主题拿出来 然后就跟同学说 我们要做一个 比如说电子琴 然后我们就开始带着你一步一步做 我做什么 你跟着做什么 我做什么 你跟着做什么 这是传统的方式 纯技术的教学 那教完之后呢 学生就只会做这个电子琴 然后呢如果你同概念的东西给他 他就不知道要自己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在新的课刚来了之后呢 发现这个运算思维设计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会给他这样的一个部分 好 那如果是运算思维的方式融入的话 所以我先要先讲一下运算思维 好 因为各位去上运算思维的时候 我想各位如果在资讯课教了很久 在课刚在实施之前都会 辅导员会去各件事做开课 让你告诉你说 课刚的核心是什么 怎么实施 好 那这里面呢 其实我我对他们推 就是对早期啊 现在应该比较好一点 推运算思维呢 我早期其实我我非常的介意 因为他们就是把学术的东西 直接拿给国中小老师 那教授 尤其是资科的教授 不一定学过教育心理学 所以对各位在国中小的现场 其实并不一定懂得比你们多 所以他们的学术的东西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直接放进去的 那所以如果你有曾经被 这种研习糟蹋蹋过的 不好意思 如果有骂 如果有不要 我没有那个不好的想法了 各位往健康的想法去 去想 那其实经过大家的消化吸收 这两年来的消化吸收 我想运算思维是一个很简单 可以让我们去理解的 那我尽量快一点把它讲一下 那运算思维在国中小国民教育的阶段 其实它并不是演算法跟资料结构 因为你常听到运算思维就是在讲那个程式 讲资料结构 讲什么排序搜寻 那个是在 那个应该是在那个高教计教阶段的部分 走专专业领域那个时候才会把运算思维定义到那边去 那我们在国中小的部分要教的是 国民教育教的是 上次我有讲嘛 就是国民教育阶段教的是小朋友的生活能力 那如果你教生活能力 它才是百分之百有用的 所以我们把运算思维会经过我Google 我去整合了一下 我把它拆成这五个部分 那第一个叫系统拆解 那系统拆解很简单 就是大问题化成小问题 这其实各位老师平常都会用 你在开学的时候 你一定会做一件事 你会先选股掌 那选股掌这一件事 其实就是做系统拆解 因为你把要管 秩序的事交给风气股掌 你把要管收作业的事交给排长 你把要收钱的事交给总务 那这就是一个系统拆解 所以你就自己当导师 你就可以很轻松 你就不用什么事都管 而且你在比如说你兼行证 如果你今天接到一个案子 叫你办个全国赛 就算你这一辈子没办过 如果你不懂运算思维 你会很忧郁 然后因为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就会想一头撞死 可是如果你懂运算思维 你知道运算思维的第一个技巧 就是要系统拆解 那所以呢 你就会虽然没办过竞赛 那你最起码也看过竞赛 你会知道说 那竞赛的话会有 那个竞赛组 对不对 好 那负责那个竞赛的流程的安排 内容的安排 然后会有那个 接待组 接待长官来宾 然后会有那个交通组 会有火石组 会有什么组 那你其实就是简单召开一个会议找几个助手 把这些组按捺好之后 请他们去做一下那个组的内容的研究 下个礼拜再回来开会 然后下个礼拜回来 大家就把草案都拟好 其实你草案都拟好了之后 你其实整个大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你只要做一些修订 然后去监督执行 那这样就可以把整个案子解决得很完美 那每一个案子都个别解决得很完美 你这个案子就整个解决得很完美 这个就是系统拆解 所以大家平常都会用 但是不知道它是系统拆解 所以它跟平常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然后演算法思维 在高中以上就是讲程式的 那在我们国中小 其实它就是一个流程 就是你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流程跟步骤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怎么样做 你把流程步骤定出来 那你就 这个就是你的演算法思考 所以我们去接行政的时候 我们哪一个业务不知道 我们会问前面的人 他会拿出一堆卷宗给你看 然后上面呢 如果你要办园游会 会有哪些东西要做 顺序是什么 如果你要申请一个什么案 会有哪些顺序是什么 那核销的顺序又是什么 这些其实就是演算法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演算法搞得很好 最起码你去外面工作 你也是一个生产线的小组长 因为你会安排流程之类的 然后生活上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安排得很妥妥顺顺畅 那抽象化跟模式识别 这两个一个是整理的功能 一个是使用的技巧 那抽象化的部分其实就是 你在一堆茫茫大海里面 你去找出重要的架构 重要的点 就好像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你看了很多的书 如果你可以把架构跟重点抓出来 所以我说新字图很重要原理就是这样 因为新字图 新字图就是专门负责这一件事情 那所以你如果这个抽象化能力很好 你可以很快的经过你的快速学习之后 你就可以很快的抓到 那个事情的重点 所以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 那你把重点抓出来架构抓出来之后 形成一个model 形成一个副程式 那将来呢 你要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就去就知道说 我可以直接套用哪一个副程式 这个就是模式识别 就是模式识别 所以我们你去外面的书店 你会看到很多什么雪形星座 这些其实他就是把这些雪形的星座的人 把他的个性归纳好 统计学嘛 归纳好之后 跟你讲说这些雪形 这些星座的人有这样的个性 那所以你去看这些书的时候 其实不要呆呆就是看好玩而已 你要知道怎么样把它拿来用 像我现在对待我老婆O型的 我就知道她生气 就是那个当场气过就完了 所以我只要以后只要遇到她生气 我就会自动套模式 这个O型的 生气完就忘记 所以我就当场听她生气的时候 我就当做耳边风 我也不要放在心上 因为你放在心上是没有用的 因为她根本自己不记得 所以事情过了之后 因为你也没放在心上 你就不会那么痛苦 然后她隔天你再问她 她也不记得 完全不记得有这件事 所以就会相处愉快 所以如果你像你兼行症很久 你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很多这样抽象化之后的这些卷宗model 所以将来你遇到那一件事 你只要去套用那个model就可以 所以这个在我们写程式也是副程式的套用的部分 所以这个叫模式识别 资料处理去职场很重要 如果你是一个部署 今天老板问你说这个月的业绩如何 那如果你给她一堆Excel表格 如果她是专业的 她是那种块筒出来的 她看得懂那没问题 但是如果她是那种150万年薪的工读生 她根本看不懂 那是不是就是对她来讲 她觉得你这个职员能力不够 对她来讲她也看不懂 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如果你有这个资料表示的能力 你就可以把这些资料转换成图表 转换成图表 那个有涨涨叠叠 你就知道说 那我这个月 到今年的这个销售的状况 为什么这个7月都是 7月就突然这样高峰 然后你去做一些归 你就会知道原来7月放暑假了 大家都去打线上游戏 所以你的笔电会大卖 然后诸如此类的 你就经过图表就可以更容易了解 所以你做了一些资料的转化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资料表示 那再高级一点 你可以有很多统计资料 你可以做预测 然后提供老板做选择 你就也不要让她看图表了 你好一点的那个 那个Leader他就会直接跟老板说 我现在有A案 B案 C案 那A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B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C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那我的建议专业建议是选择 B案比较保守 选择A案比较冲 那决定给老板去做 他只要决定说 我是要往前冲 还是要保守一点赚 所以根据你的资料的处理的方式 你可以提供老板不同的方式 那包括一些资料的转换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东西 如果是要给听障的人用 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些 声音的讯息转成视觉的讯息 那包括你在像小朋友 在写游戏的时候 你那个写游戏会有那个HP 生命指数 那这些东西 他平常如果用变速起来 他就一个数字在上面 那可是如果你要你的资料处理 资料表示你的技能比较好一点 你可以把它换成什么 把它换成图表 所以就有一个雪条在那边跳动 对不对 好 更厉害的人就 就会在上面再做一些手脚 比如说我加了感测器 加了振动马达 那当你这个雪量指数少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我不但那个雪量开始 那个雪的雪条颜色变红色会闪烁之外 我还加上振动马达去提醒你的 让你的身体感受到 我得要死了 我得要死了 好 所以这是当你学了资料表示之后呢 你就会有对你的这个资料呈现会有不一样的做法 那所以这个是运算思维在解决问题的五种不同的方式 好 那回到我们刚刚刚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我们现在在教在课堂上教小朋友的时候 如果要用运算思维融入的方式呢 那我在在制作之前 我就会有两个步骤 我就会有多了这个系统拆解的步骤 那什么我就会这样做 我就一开始 我们今天一样是如果是主题型的 一样是给一个小主题 那这个小主题 如果你可以用那个游戏画八角的方式赋予任务 比如说你是想要做一个 那个催眠学习法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讲的一个超音波挂在门旁边 然后里面放了这一周要学的20个单字 然后只要有经过 他就念一遍 只要经过念一遍 或者是英语句子都可以 那你想做这个主题 但是我们就会利用游戏画八角赋予任务 我就会直接跟小朋友说 那个英文老师拜托我们 拜托各位 能够帮他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来增强他小朋友的学习的 学习的状况 改善他小朋友学习的状况 那或者甚至有的人更厉害 各位看过那个卡通 那个妖精工会那个 他们有工会里面有一个布告栏 上面有一个任务 就是你可以去接任务的那个公布栏 各位玩游戏都很多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去想去翻阅很多领域的书 然后去看一下有哪些我可以做的 就先把它写成任务 然后甚至去问老师有没有想要做什么 问同学或者看到网路上有什么主题 就把他写起来 然后在在那个上面 在任务上面你就给他一些点 这个可以积几点 或者这个有做完之后有什么奖励之类的 然后就把它贴在公布栏让他去选 那我们今天就做这个任务 这是你各位自行去运用 那所以我们在制作之前会多了这些步骤 那系统拆解会怎么做呢 如果你是用亲自图的话 一开始我们就会跟他讨论 我用这个来举例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Squitch 写大鱼吃小鱼的游戏 那以往就是我们来做小鱼 小鱼要移动来 各位跟着我做 要转方向要往前进 然后他小朋友就跟着你操作那个积木 现在我们就要改成说 各位同学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们想做一个大鱼吃小鱼的游戏 那你就稍微形容一下那个游戏的长相 然后呢你就跟就再跟他们问 跟他们讨论说 这个东西这个游戏会有哪些内容 那小朋友就会开始发表 会有小鱼会有大鱼 会有要计分的 会有要碰到天敌要扣分的 会有开场 会有那个死掉 小鱼死掉 还要再生出新的小鱼的部分 那刚开始讨论的阶段 各位如果用过新制图 第一个步骤就是 小朋友想到什么就把它放上去 想到什么就放上去 完全不要做任何的筛选 因为这个是水平思考的重点 归纳过来 归纳过来这样 然后就做一些简单的归纳跟分类 那分完类之后你就会知道说 主要的功能有这几个 有这几个 那这几个功能里面 会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做的 那到这个分类阶段完了之后 其实我们还可以去 检查一下你的架构 是不是蛮完整的 蛮完整的 所以你就可以个别再讨论一下 如果假设你这边 这个部分很少 表示他刚刚想的可能没有很多 那你就可以针对这个部分 再跟小朋友讨论 再做一点补充 那这个之后都还是可以改 还是可以改 所以我们第一步 只要初步有这个架构出来 那这个其实就是运算思维里面的系统拆解 这个就是系统拆解 那其实会系统拆解的人 你是除了国小可以当一个好班长之外 你以后去到社会上 你会是一个很棒的leader 因为不管任何问题丢给你 你都有办法解决 很完美的解决 因为你会系统拆解 你会分各个部分 然后去找各个部分去击破 好那所以我们就拆解出这个小系统之后呢 你就每一次只要focus在小系统里面 好就是你如果自己是自己要做的话 你就每一次只要focus好我先做小鱼 那我先做小鱼的游来游去 好那所以你每次要解决的问题 只有一点点那就很容易解决 那解决完再换下一个 好解决完再换下一个 那这样子这些内容解决完了 你的小鱼其实就做好了 这个子系统就完成 那你也可以分组 好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合作的专案 你找出了弄出了这六个部分之后 好第一组做这个 第二组做这个 第三组做这个 然后最后再合并起来 好所以这个也可以做那个分组的合作学习 好那所以当你系统拆解完成之后 就可以开始去实做各个去 各个击破 那接下来各个击破的部分 好当你 当你各个击破之后呢 好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了 当然这个不一定有必然的顺序 好但是有的是有顺序的 比如说你要有小鱼 才能去做大鱼咬到小鱼的互动的部分 好有些是有顺序 有些是没顺序的 没顺序的你就可以 看你几时要做 你就几时做都没关系 然后你去做那个实做的过程中 好另外一点 这个部分我们会用到工作清单的功能 什么叫工作清单 各位应该 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在 管理上的一个小技能 就是以前我去补习班 补习班班昨天都会给我 每一天都有一张代办事项的表 代办事项的表 就类似这样子 然后就会密密麻麻 十条二十条 然后他跟我说 你今天如果这件事做完了 就把它打勾化掉 打勾化掉 打勾化掉 等你全部做完了 这代表你今天的工作完成了 你就可以下班了 好那为什么做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们在 刚刚做完那个系统拆解分类之后 如果假设我今天游完游去 这个部分我做完了 那我就做一个记号 各位知道那个新制图上面可以做记号 好这个部分他可以做记号 好所以你就给他打一个勾 这个地方我完成了 这个地方我完成了 好那所以这边都完成了 那我就这个纸系统就完成了 我就可以跳到别的地方 那这有什么好处 这个其实是用来教学生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他会安排自己的工作 就自治能力的部分 自我监控的部分 那所以透过这样一个动作 他会知道说 我做了什么 我什么还没做 然后我还有多少时间 我要怎么安排这些进度 好我要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这就可以透过这样子方式去处理 好那处理完之后 好所以他整合最后 他就会把东西做出来 那做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做分享回馈 好所以就各组去做报告 你挑几个比较做得比较好的 然后让他们去做一点报告 然后或者是挑几个平常都没什么表现的那一种 然后他平常没什么信心的 但是你看到他有某一个点 比如说那个小鱼的移动 他做得很传神 或者他的新生的小鱼会变大变小 你就让他单独去分享这个部分 一方面是建立他们的信心 培养小孩的信心很重要 然后二方面呢 是把这些优点 就是大家互相学习 互相鼓励 然后不过呢 这边的重点 这些分享跟归纳重点 其实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 你要做这一件事情 后设 后设的归纳统整 就是说我们刚刚从一开始给任务到做系统拆解 到他去做那个食物制作的过程中 然后最后分享的过程 这中间的过程呢 你要跟他老师要跟他提点说 我们刚刚给你一个任务之后 你有了任务之后 你先做了什么事 这个东西呢 我把它叫做系统拆解 所以你以后遇到一件事情 人家交办你一个任务的时候 如果这个任务不是小到可以马上解决的 你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系统拆解 就让他们深刻的记忆到这一个点 以后遇到事情 我就先系统拆解 然后系统拆解之后 要各个急迫 然后工作清单 你要知道你什么做了 什么还没做 你要把这些步骤 这些内容把它点出来 点出来之后呢 点个两次三次 你每一次上完这一个系统 这个主题每一次做完 都做这样的一个教学分享 跟把他们的后设 把他要监控脑袋要监控的东西 把它提列出来 两次三次之后 其实能力比较好的小朋友 他就会自己会成长 那自己成长 他就会做事 就会有自己的步骤 他知道他下一步该干什么 就不会每次都一直 老师接下来呢 老师等一下要干嘛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 那比较慢的同学 你也是多讲几次 第二次让他附送 不记得你再提醒他 第三次附送 第四次让他讲出来 第五次他就自己知道了 他就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第六次他就会跟你说 老师你不用讲了 我知道下一步要先做系统拆解 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 但是通常三四次以后 小朋友就能够有很棒的成长 好 这个当然也用在其他的部分 好 再来呢 当你这一整个系列都做完之后 你要怎么样去达到素养化 好 这里面很重要 因为我们刚刚这是做一个大鱼吃小鱼 或者做一个什么小康小钢琴之类的 你是做一个东西 那做一个东西的步骤 那你接下来呢 你就要跟他说 这样我们刚刚提点的各位的这些过程 其实呢 你在生活上是也是这样用的 所以你就要给他一些生活上的实际的案例 去做练习 甚至你告诉你的其他领域的老师 可以出类似这样的题目 给他们去做练习 比如说 12月圆游会 好 那各位同学 我们就把圆游会给各位做规划 或者你做分组 一开学你就跟 把大家分组好 你们这一组 你们就规划今年的圆游会 你们就规划 今年的毕业典礼 你们就规划什么东西 然后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概念 让他们去做生活上的学习 那你就可以把 可以把那个他所学到的 在资讯课科技课所学到的这个 解决问题的运算思维的方法 去做生活上的应用 那就会学到真正的能力 这个就是所谓的素养化导向 那更 甚至呢 刚刚讲那个运算思维不是只有这些 系统拆解 对不对 不是只有系统拆解 所以 你在做完那个小主题之后 你要如果要再更进阶的指导 比如说 你在做那程式一定会有演算法 因为你解决移动 就会有那个移动的积木叠起来 那个就是演算法 那接下来你要进步一点呢 你可以找东西让他抽象化 比如说我在发射飞弹 发射小飞弹跟发射那个大绝 大绝招 大绝招一 大绝招二 他可能是一个分成两个 或者一个分成五个植母弹 那那个形式都是一样的 只是那个数量不一样 张开的角度不一样 那但是他发射的过程 其实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把这些重点摘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 请他把 那你们把那个大绝改成定义 就是那个副程式 把它改成副程式 那以后我要放大绝的时候呢 我如果呼叫大绝一 就是第一个大绝 就是那个可能三颗植母弹的 那我如果要呼叫大绝二 就是呼叫基姆大绝二 那就是放五颗植母弹的 但是那个定义 你的副程式写的内容 其实是一样 就是子弹飞出去 然后复制 那个抓进来的参数 那几颗 复制三 如果他传进来参数是一 那你就把它乘以三 如果传进来参数是二 你就把它乘以六 一样乘以三嘛 就变成六颗 然后张开的角度 也用运算的方式 那所以就可以根据你放进来的 不同的函数的那个参数 你的大绝的长相就会不一样 可是你把它做成 那个副程式那个概念 就是抽象化 所以你就可以把一些共通的东西 把它做成抽象化 那硬体也是一样 那当你要用的时候 就去呼叫他 这个就是模式识别 那接下来就是你的游戏里面 你可能要刚刚讲的 你要表示你的分数 那你甚至可以除了用那个数字之外 你可以用用那个图表 甚至你后面可以给一个总成绩 你今天的成绩比昨天的低 或者你今天成绩跟之前打的比起来 有没有在平均的水准之上 或者你今天运动的量 不够跟你之前的平均少很多 你是不是不舒服 通知谁 通知他的子女来看一下他健康状况之类的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后续的加强的处理 这个是在进阶指导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些放进来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把运算思维 全部都纳到你做那个主题的内容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扩散 就是你除了这些东西的制作之外 你要怎么样去做 后续的那个想象力的发挥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在那个基础型的再来说 好 所以我们刚刚用运算思维的方式 用那个大鱼吃小鱼的方式 来给各位示范 我在上课怎么去把 用运算思维的方法 去教小朋友实际制作一个专案 然后制作完专案之后 又学到真正生活上的 可以用的能力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用曼陀罗 曼陀罗呢 它是对我来说啦 曼陀罗会比新制图简单 如果你要用曼陀罗来做 那个刚刚主题 那我用这个例子 如果主题是你定的 老师怕小朋友做的题目会超过范围 尤其是做设计思考的时候 比较难处理 就是你要限制它范围是比较难的 所以最后都要做一些处理 然后但是呢 如果你是PBL型的或者是小主题型的 就比较容易 那这个就是类似小主题型的 好那我们今天如果要设计一个 科技家庭真可爱 那你就可以去订 让他们去想一些小主题 当然你小主题订出来之后 名称要改一下 改好听一点 然后就可以做分组 那这一组就做那个陪伴系统 你们这一组就做那个盐联益寿床 这一组就做那个恒温空调系统 这一组就做那个免烦恼的冰箱 好那针对 当然如果你要全班一起做也没关系 好那我们就这学期 我们这一个月就来做超贴心马桶 好所以一开始我们有一个扩散思考 让他们去说 如果科技要放在要融入家庭里面 我会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做的 所以就有纸系统出来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它不只扩散 它还可以深入 所以你第二个阶段呢 假设我们挑的是这个主题 好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月来做超贴心马桶好了 那就把我们就把这个纸题 拿来当做下一个阶段的主题 所以你就再拿出一张 那个曼陀罗 空白曼陀罗 那个曼陀罗九宫格很简单 各位其实就可以用一张纸 用一张纸把它折成那个九宫格 那曼陀罗它不需要 不需要一定要电脑 所以你在实施的时候 如果没有电脑 反而只有A4纸张的时候 曼陀罗反而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你就这样折成九格 主题写在中间 主题写在中间 好就可以让小朋友去想象说 那我如果今天这个马桶 有怎么样的功能 它可以就是让人类觉得很开心 很贴心 然后小朋友就开始去想一些内容 比如说它会有一些神水的结构 可能会有一些神水的结构 或者是神水的一些 然后它是怎么操作的 它有哪些节能的设计 它会有哪些情调气氛的设计 然后比如说 那个一走进去就播放轻柔的音乐 让你很舒适的上大 好 那还有 有没有按摩放松的功能 因为要坐在马桶上 可能五分钟嘛 对不对 好 那你是不是顺便就设计一个 那个按摩的按摩器之类的 好 然后甚至你把这个马桶 未来要怎么卖 要卖给谁 都可以把它写在里面 所以你就可以针对这个 你细分出去的小系统 去做进一步的深入的处理 好 所以曼陀罗跟信制图 不只可以做扩散水平思考 它一样可以做垂直思考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呢 你可能就要针对它的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情调气氛设计 如果第三个阶段 你要针对这个情调气氛的设计 你就把它一样拿一张空白的曼陀罗出来 就把这个放在中间 然后呢 这边就会可能要准备说 那我要用哪一片板子 它要不要有网络的功能 如果要 我可能就选择上礼拜学的 Parket Car 或是ESP32 或是7697 然后我可能还要 MP3记忆卡 然后那个小喇叭等等 就可以去做一些硬体的需求 然后软体我要用什么方法去控制 然后有哪些功能模组 然后要怎么使用 就可以做一些进阶的设计 那这样经过两到三个阶段的一个设计之后 那它就可以去开始进入实作 把这些功能都做出来 所以这是用曼陀罗的方式 那用手写的会比较 比较有童趣 就是它可以写关键字 它也可以画图 所以那个看起来会 其实会比较好看 但是它的功能就没有新制度那么细 但是各有好处 各有好处 那所以各位其实就这几种方法都可以 都可以去处理 好 那如果你再把运算思维融入 其实运算思维的方式 那个设计思考的方式 我们先回去看一下设计思考 好 我给各位的资料里面都有很多新制图 好 那个设计思考好像没有丢到 我等一下再放进来 好 我先开一下档案 好 那设计思考呢 它是这样的步骤 好 这个都是辉美老师教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前面是 去情境里面发现 去探索 然后发现问题 然后发现问题之后呢 它要去诠释这个问题 去定义这个问题 去确认这个问题 然后确认那个问题之后呢 确认它要解决那个问题之后 它就要发展它的模型 发展它的模型 然后开始制作 然后制作完之后 就是分享使用回馈 好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后面三个部分 从它有具体的想法之后 这个后面的部分其实 就可以直接换到运算思维那边去做解决 那所以跟它不同的是 设计思考有前面这两个部分 它可以在情境里面去探索 去发现问题在哪里 好 然后它发现的每一个问题 它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解法 好 然后根据这些不同的想法 它要去做 确认说这些问题 是不是真的如同是那样 好 当然最好的就是 同理心 就是感同身受 那当然如果你要去体验 比如说你去那个 老人院 然后你要做协助老人的东西 让他们去老人院观察一天 最好当然是这样 然后回来要跟它讨论 要做一点练习 那假设你要让它行动不变 你可以让它把它的脚用胶带贴起来 让它关节很难活动 对不对 好 那你要体验孕妇挺着大肚子 那你就放一个水球在它肚子 叫它两天不能拿下来 然后不能弄破 那类似这样去做体验 当然你也不可能真的打断它的腿 好 所以 但是你要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 它才能够真正知道说 它的不便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而不是纯粹靠它自己脑袋去想的 因为 穷人的想 那个 有钱人的想法 不是穷人能理解的 同理可证 那个 那个 比如说残疾人士的想法 他的感受 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所以 你就必须透过这样的过程去做处理 好 那所以前面这两个部分是设计思考独有的部分 那这整个过程都是一个发散收缩发散收缩 就是扩散在收敛 扩散在收敛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透过我们刚刚的新制图 好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是先扩散 然后收缩到这个主题 然后再从这个主题再扩散 再到下一个阶段 收缩 选一个 选一个我要做的部分 到下一个阶段再去扩散 然后再针对每一个内容去做收敛 所以这个就是设计思考的过程 当然新制图 跟从我们最前面的操作也是先扩散 然后分类整理收缩 这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当你有这些 当你有这些东西融入进来的时候 你把它放在你的教学设计里面的时候 其实你就达到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融入 的比较高级的教学方法 那这样透过这种方法去教出来的孩子 再透过你刚刚的后设 去让他把这些方法 具体的把这些方法学出来的孩子 他们会比你远比你只教技术来得好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昨天上一次7月4号跟各位讲过 为什么我们上课不要只教程式 因为你的班上一般有30个人 你30个人里面将来会走到专门写程式 这一行路的只有两个 按照比例来讲不会超过6%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只教程式 只有那两个人是有赚到 但是另外28个人 他要用青春跟你陪葬 给这两个人陪葬 你看你断送了这28个人 那么多年的青春 那如果说你今天教到的是这一个 运算世卫的方法 是系统性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设计思考的方法 那他用在任何一个方向 用在生活上任何一个问题 他都可以做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 比较OK的一个做法 好那 接下来游戏八角的部分 我就稍微提一下就好 因为这个就请各位 自己上 可以去买这一本书了 那网路上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那个摘要 你可以自己去Google一下 那我这边 我有给各位新制图 也帮大家做了简单的摘要 那游戏话八角呢 它是去分析那个 做游戏的人 如何去提升 人家的一个动力 怎么样让他粘死在游戏上 所以如果你的教学设计里面 有这些部分 其实你可以让小朋友 黏在你的教学上 黏在你的学习上 他可以乐此不疲 非常享受你的课程 非常享受你的课程 而且自己迫不及待 那有了动机之后 才会有自主学习这一件事 所以自主学习 必须他要有自制力 那必须要有自制力的前提之下 就是他有需求 这个东西对他有意义 所以要怎么样对他有意义 就是让他有动机 所以各位老师非常重要 你们如果跟以前一样 只有教技术 你真的会耽误他一生 所以听过我研习的老师 麻烦拜托你 尽量能够在课堂做一些改变 你们这些听过的 研习的老师非常的重要 你们是翻转资讯教育的 非常重要的人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改变 小孩的一生就会因为你而改变 所以只有听过这些观念的你们 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改变 所以你看你们有多重要 我就是在对你们 我就是在赋予你使命感 我重大使命的召唤 地球要毁灭了 只有你们可以改变教育 只有你们可以改变这一个事 只有你们可以拯救未来的小孩 所以当你给他这样的一个任务之后 他可以感受到你的想法 那就被你洗脑了 他就会对自己有使命感 我就一定要去做这样的学习 那其他的部分各位可以参考 那对于那个比较成熟的小孩 就是他已经高年级以上了 那个内在的驱动会比较重要 而且内在的驱动可以驱动他一辈子 所以换句话说 老师最重要的能力 尤其是国中小 其实不是教知识 而是教小朋友向上的动机动力 这个部分我觉得会比那个纯教书重要多了 好那另外因为时间 中午中场休息的时间快到了 好那最后就是 如果这个小朋友 他还年纪不是很成熟 那我们就会给他外在动力 就是一些奖励成就感 比如说你老师会给他很多点数 什么点数积完到某一个程度 会换什么奖品 或是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头衔 然后这些 或者是你就可以拥有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是你这个东西不做 你就会损失什么 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去 去在你的课程上做设计 好我想那个第一个阶段 我先讲到这边 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 我把时间交给老师 好各位与会的那个老师 线上的老师大家好 那我想刚刚透过 邱老师这一个小时的一个分享 我想大家都应该对于这个 课纲的认识 就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那我想邱老师不仅让我们看课纲 而且超越课纲 就是说在这里 他给我们很多的一个 就是说分享 譬如说他怎么样来诠释运算思维 那另外他提供的这个教学流程 我觉得也非常的棒 好那那个整个流程 我觉得可以供大家未来在整个教学上 可以做一个就是如果刚开始比较没有灵感的时候 可以可以用这个方式 就是说基本上我想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不要只执着在制作这一点 而是希望能够带着学生从整个问题的一个解析 好啊逐步到像后社认知的一些发展到最后一个素养的扩散 我觉得这个老奖对我自己来讲也真的是帮助非常大 好那接下来我就不耽误大家休息的时间 现在是10点33分 那我们大概10点43分我们再回来 那也让邱老师先休息一下 那如果各位老师有一些问题 也欢迎能够就是直接打在讯息栏这个部分 那等一下邱老师回来的时候 他在帮大家就是可以帮我们示意 好谢谢 好那刚刚有提到下一次上课 我先讲一下 下次上课的内容 是比较针对Arduino的 就是开放硬体的技术部分 包括不是只有限制Arduino 就开发版的比较进阶的部分 跟电有关系的 比如说那个大电跟马达的使用 这是一般人比较就是没有学 没有电的基础的老师 比较困扰的部分 还有那个韩式库型的模组 它的积木的使用方式 通责的部分 我都讲通责的部分 那所以下个礼拜是 就7月14日是针对技术的部分 最后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你在 你是教育职场负责推动的人 有没有一些什么方式 可以比较有效率的推动 这样 这是下一次的 好 那我们就继续 继续刚刚的内容 好 所以其实动机的部分 真的在教学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 以前我们 以前我在上自然课的时候 我们学校老师的小孩有被我教到 然后有一天他就 因为那个老师是比较严格的老师 有一天他就紧张兮兮的跑来找我 然后我以为他要跟我心思问罪什么事 结果他就说 他说文圣你到底自然课是怎么教的 害我很紧张 所以我就问他说怎么了 然后他说 我们家小孩上完你的自然课之后 我那时候教的是那个星座 然后他说我们家小孩上完你的课之后 回去就一直跟我们问 说那个什么星座怎样 然后一直上网找资料不肯睡觉 然后又买了好几本 那个跟星座跟太阳系什么有关的书 他就问我说你到底是怎么教的这样 好 所以其实我我的教法一向就是动机会放在最前面 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那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就是给他们讲星座故事 让他们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奇妙 好 然后其实就是用了这一个 好 给他给他丰富的生命旅程 给他看他没看过的东西 给他经历过他不知道的事情 好 让他非常的有兴趣 那有兴趣就会有欲望 就会有动机 想要去做学习 那一旦这个小朋友有了动机之后 即使你的东西再怎么难 或者是说 那个学习可能会有很多的辛苦的地方 他都会不怕辛苦 他都会想办法去克服 会找人帮忙 所以怎么样在你的课去安排这些东西 像我们 就我们最常讲的例子 就是你如果做的专案里面有那个投篮机 画面上要呈现投篮的角度 那就会需要到二次曲线 那这个是国中才会教嘛 那所以那个小朋友 如果只超他一定不甘心 他会想要去了解 这个二次曲线到底怎么算 甚至就会去学到那个物理的 那个重力加速度那个部分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给各位参考 我觉得动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回到 因为今天有讲了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所以你会发现 运算思维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利用科技的方法 科技的设备或科技的技巧 知识思考的方法去解决一个问题的一个思考方式 一个方法 这是运算思维 那设计思考也是 但是这两个不同的差别是在于 运算思维就这上面看起来 它就是你已经有一个问题了 所以你只是要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有这样的能力的人 你可以当一个很好的领导人物 因为所有的问题到你那边都能够被解决 所以你在学校就可能是一个班长 你就可以升任一个班长的任务 你到公司行号 你就可以当一个经理 经理的任务 但是你会发现说 那它是解决问题 那如果今天没有人给你问题 怎么办 没有人给你问题 所以这时候就用到设计思考 当没有人给你问题的时候 就设计思考 它是可以在情境里面去探索 去发现 会找到你的问题 然后确认你的问题的真实的内容 所以如果你只学运算思维是不够的 是远远不够的 你就只能当最多当到一个经理 那你学那个如果你上课只有教程式 只有教那个机电的技术 那以后他就是一个工程师 最了不起给你当到一个RD部门的主管 所以你当学运算思维 你教他运算思维 他至少可以当一个leader 领导型的人物 那如果你学设计思考呢 他可以去找到生活中的问题不变 然后去做一些 去把这个问题抓出来 去解决他 去找到他的市场 找到他的定位 甚至他可以开创时代的需求 他可以预料到这个未来人会有在网路上互动的需求 所以就会像祖克伯一样写出脸书 他就可以开创时代 所以学设计思考的人可以开创时代 所以这三种不同的内容 各教出三种不同的孩子 那当然你也不能说 好吧 那我就只教设计思考 那不行啊 那个社会是各种样态都有的 所以也要有小螺丝钉 所以要有小职员 也要有经理 也要有那种很有想法开创时代的人 所以三种你都要教 那至于学生他想要当哪一种 就让他自己去做选择 因为你的小孩不是你的小孩 他是未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他的人生是由他来做选择 你不用替他负责 你也没有办法替他负责 但是我们做教学的老师 我们就要给他具备这三种能力都可以 到时候呢 他如果有这三种能力 那他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今天想做一个 我今天想做一个这个职员 或者想做一个老板 我有了云端能力 我顺便给各位看一下这一个 这一个 这是我自己分析的 这是前年 前年花莲要发展花莲的克刚的架构 所以我就提出了这个愿景 好 那这里面呢 后面三项就是属于5C 就是教育部克刚里面的5C的部分 那5C里面没有提到上面这两个 上面这两个 那我认为这两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如果不会自主 永远要靠老师 那永远靠老师的人 以后不可能 不会是一个在 可以在社会上生存的人 所以你的自主学习力是很重要的 你必须要有快速自学的动机跟能力 所以请各位新制图真的可以好好的交一交 还有那个赋予动机的部分 要好好的去想办法去赋予小孩的动力 然后另外云端 城市力 未来很多会有很多不只是在家工作 在家要跟人家沟通 甚至你会写城市 你的业务会从云端处理的 我带个笔电我可以去海边上班 好我带个笔电可以去麦当劳上班 我不用一定要去办公室 可以自由自在 不会受到地域的限制 时间的限制 所以这几个能力呢 我觉得是目前 也是就是目前跟未来最重要的几个能力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好那回到 所以我们说 你到底要教出一个怎样的孩子 让学生 你至少能力都交给他 然后让学生去决定他想成为什么 想要成为什么 所以各位真的很重要 各位真的很重要 好接下来我们回就是继续到 那个课程的内容的分享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呢有给跟各位说就是 好刚刚我分享的是从 如果你是上小主题 从上中间下来的部分 我们会用把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去做融入的部分 好那现在我要从下面往上 好就是针对那个中年级刚开始进来的孩子 完全是空白的纸张的时候 我会怎么去上这个课 好 好那上次有讲大概是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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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这样 好所以呢我们刚开始会教基本概念 教完概念之后 给一个这个概念的应用 让他去做练习 好一个到三个 所以像数学课一样 教完定理 定理了解之后 给你三个立体去做练习 然后确定你能够完全了解这个概念 我才继续下一步 好那所以如果你是这种方式的话 那就会比较适用我这个流程 好先来一个小主题的理解 然后再一个小应用的练习 然后这几个轮回几次之后 再跳到小主题的诗作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用那个曼陀罗 我们直接来看到曼陀罗小主题 比如说 这也是用曼陀罗就可以了 我先跳开一下 刚刚那个没讲到 不好意思各位先回到 刚刚那个PBL的形式那边 好我们刚刚讲PBL 除了可以直接给主题之外 可以直接给主题之外 我也可以直接让他去情境 体验 去在情境里面去体验问题 所以如果我给他这个情境 这个是去年蛮热门的题目 好 国小都没有冷气 所以大家都很辛苦 上课没有冷气吹 国中好像是部分会有 但高中以上大部分都会有 所以高中大学是很幸福的 但国小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们把问题丢出来 然后他们也置身在这个环境里面 所以就要让他们去想说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去确认这个 所以我把主题放在中间 曼陀罗让他们去想 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可能就会找出几种各式各样的方法 那你也不用限制 就拿来做讨论 比如说 那我们以后改绿建筑 一边上课一边吃冰就不会热 很棒 很有创意 把教室改成游泳池 直接泡在水里上课 又每个人都有厚纸板或扇子 和官员交换上班地点 很现实 这以后是当官的材料 你看官员都在冷气房 办公室做政策 但是我们在现场很辛苦 他们都不会想到 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了 那装冷气 或者是加装电扇之类的 好 那因为我们是要上课 那既然是要上课 我们就要 这发散之后要 要收链 要聚焦 所以我们就挑一个 我们在资讯课可以做的 就跟他讨论之后 我们来做改善教室循环好了 这个是我们平常在上课 可能是可以实施的 可以做的 所以我就挑这个东西 当做下一个阶段的主题 所以我把这个就 放在这个阶段当做主题 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重点 就是变成改善教室空气循环系统 所以这个是第二阶段 第二层次的曼陀罗 好 那一样做改善这个空气循环 你一样可以想到很多种 各式各样不同的解法 那所以有人要建议 在气窗外加黑色 导管 因为太阳晒热的时候 那个热空气会上升 黑色容易吸热 所以里面空气上升 那个管子里面空气就容易流动 那就会有抽气的效果 那或者是教室的下方加抽风扇 把冷空气从下面抽进来 那网路上有流传那个宝特瓶 把前面切下来做成一个窗户 那利用那个气压大小的方式做对流 然后有绿色植物的大量种植啊 或者是教室外面做一个护城河啊 有水会增加那个空气的蒸发 把热吸走 然后利用冷气的原理制作那个水帘 就是窗户外面要滴水这样水帘木 还有地板洒水啊 走廊地板洒水喷雾 那个空气吸热的过程中会带走一部分热量 然后屋顶的电扇改成往上吸 不是往下吹 好那一样我们要做实作嘛 所以又再度收敛到一个上课可以实作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会选这一个喷雾系统 当做第三阶段 然后进到第三阶段就要开始要实作嘛 对不对 所以实作的话就会直接来设计这个自动温控系统 那你就要去考虑说 我要用哪一个板子 我如果不需要网路 那我就可以跳Arduino就可以解决 那如果需要网路 我要送一些大数据 要做一些统计分析的话 那我就可以用一些网路的Linkedit 或是其他的有网路的一些形式 然后列出一些需要的元件 然后可以把硬体的接线图放上去 然后我各部分的积木 它的程式的流程 SOP 然后我要怎么样收集数据 怎么运用 怎么跟你的手机做互联 系统的方块图 成本的概算 系统的配置等等 它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做出来 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实作 那这个是回到刚刚那个PBL的部分 好那现在挑回来 各位现在把场景拉回来 我们如果是针对刚刚的 就是基础班的 它是先学小概念 然后再小应用 那这种东西 我们通常会在小概念阶段 我们会先讲直接先讲原理 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讲数位输入 上次有跟各位提 那个数位输入部分 然后就会拿一个按钮来当做例子 那所以就会跟他解释 什么叫感测器 什么叫数位型感测器 然后这个按钮的工作原理 然后讲完之后 就是上次讲的那四个步骤 先了解再测试 然后先观察再使用 那所以他就会去观察那个讯号的部分 然后知道这个讯号进来长怎样之后 才可以去写程式去玩这个感测器 那整个概念实作了解应用 基础的应用也做过之后 之后我们就会来给他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 那这个事情就会牵涉到素养化 那素养化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 他必须要知道说生活中 有哪些是用这个东西的原理去做的 所以我一样就会出一个功课 一张曼陀罗 中间呢我就会写 请你回去探索你家里或者是学校的任何的设施 它是属于这种数位输入型的 那你就把它写上去 不管你是一个人做还是分小组去讨论都没有关系 他就去找各式各样 那重点是呢 因为创造力 那个探索是观察力是创造力之母 所以他要懂得观察 他要去观察他的生活 他能够发现一些细节问题 你才有办法 以后才会有办法创造 所以你前面那个观察阶段 就是用这一张就可以解决 用这张就可以解决 所以他会找出很多 是这种 只有两段式的 机关的触发 开关的那种 开关 它都是属于滑鼠的按钮 这个都是属于两段式的 那就是两段 就是只有开跟关 这两段 那这一种就是属于数位输入的 他就会找出来 那找得出来就代表 他对这个概念就十分的理解了 所以这个是前半段观察力的部分 那后半段创造力的部分 是在你把这一个 这一个课 这个小应用 练习完了之后 甚至你给他做了一个小主题的诗作 做完了之后 做完你的小课程之后 我们就会再给他一张曼陀罗 那这个部分就是 想象力 创造力的部分 我就会请他想说 好 那 那有哪些东西是应用 这个数位输入的方式 两段开关可以处理的 而且是生活上还没看过的 还没看过的 你有想到 你觉得你可以用这样的原理达到 你就把它写在这边 所以他就会去想 只要是用这个原理 但是我又还没看到的 那他就可以把它写在这上面 那因为想象力这种事情是要培养的 你从来不让他去思考 他就从来不会去想 所以这个东西一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 不管是老师自己做 还是学生做 一开始都很辛苦 索性 脑神经的 的一些 一些原理显示 你有给他格子 他就比较容易去填满 所以针对初级班 反而是 这个曼陀罗会比新制图容易操作 那新制图的话 你要最好是一开始要大家讨论 有人抛idea出来 后面才会引发大家的联想 但是如果你自己一个人 一开始就一张空白 叫他新制图开始做 其实是会比较难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做 我会建议先做曼陀罗 那有格子他自动就会去想 比较容易去把它填满 他就会想说 数位输入碰到就有反应 碰到就能启动 或者是经过不一定要碰到 红外线的嘛 那所以比如说他在厕所 厕所 那厕所很多东西是可以 就是一段式就可以启动 比如说我离开马桶是一个动作 那我是不是在马桶盖后面那边我放一个感测器 那只要你人一离开马桶我就冲水 这样是不是就完全自动化 那这也是两段式可以做的 那你不想要他接触 那你就敢用红外线或超音波嘛 对不对 所以他只是挑不同的感测器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好 所以你只要 只要一走进 走到玄关 然后呢 一接触 一感受感受到有人经过玄关 那系统就自动去抓去 去网络上抓取今天的天气概括 直接告诉你 今天呢 今天会不会下雨 要不要请你带伞 之类的 那所以他就会想这样的东西去把它填满 那当然那个想象力越丰富越好 不能现在现阶段无法达成的也没有关系 他只要是符合这个原理的 我们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好 那另外一种做法 所以其实你看你 你如果是用基础的方式 你在做你的主题之前 你在讲完你的 基本的应用之后 然后做完小主题 其实就可以给他这两张学习单 一张去做探索 已经有的 第二张 就是去想象还没有的 好 那当然你也可以给他 一个叫做333学习单 好 因为那个曼陀罗比较大格 对不对 就是里面要想八个东西 如果你觉得你每一个主题上完这样 都给这样的作业太多 那其实你可以给他一个简单的333学习单 那333学习单呢 其实就是 就是一张一张纸 你直接把他 分三段 所以也是一张纸拿来折 折三个部分就可以了 我的表格 好 一张纸直接来分三个表格就好 然后三个表格呢 你写什么 要求他们写什么 其实很简单 我们在这个其实是从那个 这个这个方法其实333学习单很久了 从自然科那边过来的 那方法都可以套用 那第一个是我学到什么 就是对这一堂课的了解 我学到什么 好 这个字体比较奇怪 好 那第二个部分呢 好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 哪 哪边已经有 这样的东西 就是已经有的 就是叫你去探索了 探索生活上已经有的 那当然第三个部分就是 是想象还没有的 好 好 就直接打在这边了 那所以一张纸你把它分三个部分 三个就 每一次上完课你就给他这张学习单 就这三个部分让他去填 那你如果怕他填太多就是聚焦 我们一次三个就好 好 一次三个就好 所以他每一项 我在这个课里 这个课程里面学到什么 叫他把三个重点 不管是用写的用画的都可以 好 这样子就可以减轻他的作业负担 但是同时呢 又可以学到 好 又可以学到那个中间的探索 跟后面的 创意发想 好 好 那所以 这样子就可以去培养他的素养 导向的能力 也可以培养他的创造力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蛮好用的 那当然你的整个小主题做完之后 告一个小段落之后 你一定要给他回顾学习 包括我们刚刚之前 所讲的你的 小模组 新拿来的小模组 你是怎么样去使用的 怎么样去了解而使用的 刚刚那四个步骤 对不对 你要再提醒他一下 这样他以后 第一次回课程回顾的时候 就跟他说 我们上次有跟各位说 你那个小模组拿来 新的模组 不认识的模组 你可以先了解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模组 你可以上网查 可以老师跟你讲 或者你去问别人 都可以 透过任何方式去做了解 所以第一个步骤是先了解 然后再测试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它接上去 透过我们上次所讲的 GVS的共用的方法 你就把它接上去 接上去之后 你去看他的讯号 是不是规律的讯号 然后来 断定他说这个模组 是不是OK的 正常的 可以使用的 然后再来先观察再使用 所以 在观察他的讯号 是靠近变大 还是还是远离变大 数字最上线跟最下线是多少 这个都是可以观察内容 你知道 这个内容跟实际的状况的 的比对之后 你才有办法做运用 所以你提醒他四个步骤 先了解再测试 先观察再使用 然后第二次上课的时候 教新的东西的时候 模组拿出来就直接先问他 小朋友新模组 步骤 然后第一次 可能有人讲得出来很少数 第二次因 但是第一次没有关系 你就再附送一下 先了解再测试 先观察再使用 然后要求他附送 小朋友要 多感官 比较容易记得起来 所以要求他附送 附送之后 然后就接着做第二堂课 第二堂课做完之后呢 第三堂课要进行的时候 一样新模组再拿出来 这时候小朋友应该 会有一半的人会讲得出来步骤 然后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你每一次一开始都不厌其烦 做这个动作出来 等到第八次第九次小朋友说 老师你不要再讲了 我们知道了 这时候他就已经完全内化了 你以后就不用再讲了 那以后他就可以每次拿到新的 他自己去研究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会对你以后的上课 会 会有很大的好处 那所以我们就会给你一个流程 基于这种 基础型的课程 我们就会先让你先了解 然后再去应用 先了解你这个是到底是怎么用的 然后再去 实际上去应用 然后 再来就是刚刚那个学习单 探索跟想象 然后把它实做出来 就是你的想象之后 还可以再加 延长的课程 比如说 我们刚刚如果你去 教那个 比如说你教完那个数位输入 或类比输入 然后 我们这边为了鼓励他做想象嘛 所以还会有一点 这个部分顺便也给各位参考 比如说你教到这个红外线感测器 那你知道他可以 可以真就是你们在讲原理阶段你们做测试阶段 你会发现他可以侦测黑色白色 你也可以发现他可以侦测前面有没有东西挡住 然后还可以侦测 就是在前方的东西距离有多远 那你就根据这些原理就去想 其实一个格子里面只要放一个就好了 我只是为了给各位看可以想很多东西 这样 所以我一个格子可以放很多东西 那但是每一个格子的功能 好就是他利用他是利用什么原理的 我可以写在这边 好 所以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 就是基础型的 就是你可以侦测颜色 那就可以拿来做自走车 你可以贴胶带 他可以侦测黑色白色 就可以跟着那个边界去走 好 然后也可以侦测说 触发 好就是前面有没有东西挡住 你就可以触发一些东西 触发机关 或者把它拿来当做乐器 那红外线是不用接触的嘛 所以他可以当做一个非接触型的按钮 所以可以在上空 他就感受到你的输入 好 那你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元素 比如说加入时间的元素 那你就可以做进阶的运用 比如说跑操场计算速度 经过第一次到经过第二次 这个速度 时间捡起来 然后用他的操场的一圈的大小去除 那变成你的速度 然后也可以 测量下一次的时间 测量那个接近或远离之类的 你就可以想出各种不一样的内容 那这些小应用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这后面 后面的实作课程 去分组 去制作 那所以变成说你可以上的课的材料就非常非常的多 你就 就 光教一个小模组 你可以有用不完的课程的idea 去施作 这样 然后 然后做完这些东西之后 再 再做分组 再做那个分享回馈 然后最后呢 做记得让他们成长 所以要去总结一下你前面学的这些东西的过程 然后顺便跟你的生活要扯上关系 最后一定要做这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所谓的小故事大道理 你一定要跟生活扯上关系 扯出那个大道理 小朋友就以后他做任何事情 他做任何学习 他都会去想那个 背后我可以应用的地方 所以我因为常常做这样练习 所以我现在不管是看看电影 看那个连续剧 即使他们剧里面想到的 讲到的是这件事 那我就会去联想到 我在教育上可以怎么去应用 好 这个就是我常常在练习 我有那个后设监控的机制 然后我也常常做这样的一个发想练习 我就会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然后所以人家很多人说我 我的思想很跳痛 我就说我不是地球人 我常想到一些人家想不到的东西 因为我就是常常做这样的练习 所以这个 能力很重要 所以你看这个流程里面前面这个 前面这个阶段其实它是 在培养你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那中间这个 阶段是在 跟你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素养导向 然后 可以培养你的创造力 好 然后后面这个总结又 回去培养你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好 所以 我们在基础上课的时候 我也会这样子去做处理 那我讲的方法都很简单 包括你刚刚九宫格 心智图 甚至这边还有一个双向细目表 双向细目表各位在做 其实是我们在做这个高层次思考 在做对照的时候使用的 那双向细目表呢 它就是上 你也就是用一张纸可以去直接折 看你要折 四乘四 五乘五 或是四乘三 六乘七 看你要怎么折磨学生 越想折磨学生你就把它折越多格 然后上面这一排就是第一种元素 左边这一排就第二种元素 所以你只要这两种元素给了之后 你中间这一个格子就是 用它的坐标对过来 你就要把这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 产生这一个新的东西去发生创意 所以创意这件事情 不需要一定要凭空想象 你没有想象力 没有想象力的人 你可以靠这种强迫结合的方式 你就可以有无数的 无数的创意 我们在那边举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 你交到旋钮的时候 如果你还有交其他感测器 你可以旋钮加按钮 那旋钮加按钮可以做什么 你就去做想象 比如说按压式的小喇叭 我就转到某一个地方是决定什么音色 那我按下去是 是发出那个声音 所以你就可以用一个按钮跟一个 一个按键就可以 处理所有的音阶 那或者红外线加了按钮 可以做什么 可以抓距离 然后做什么 然后比如说 好 我今天如果是把它放在生活上 你是一个这个 你这边是你的感测器 学过的感测器 然后这边左边是 你的生活上的一些物件 比如说你是IKEA的研发部的部门 那你公司最多的就是 生活上面的器材 比如说杯子 桌子 床铺 什么 那你就把它写上去 假设 好 杯子上面如果有旋钮 这会是一个怎样的杯子 可以提供怎样的功能服务 那如果说马桶上面有风鸣器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马桶 你就可以这样子去强迫学生发挥创意 那有时候你会收到很棒的创意的产品 那你们就有机会就可以在课堂里面把它实际做出来 那甚至解决问题 比如说教室吵闹 教室吵闹这件事情如果用感测器 可以怎么去做协助 比如说我加个麦克风 我如果用个风鸣器 那教室吵闹我可以怎么处理 让他去做想象 好 就真的可以想象出很多奇奇怪怪的解法 然后也可以跟领域做结合 所以你就是把那个领域的教材拿出来 翻一翻 然后哪些地方可以跟你的感测器做结合 跟你的Arduino 跟你的机电整合做结合 你就可以去做那个部分的教具 设施就可以使用 然后可以解决某些人的问题 做一些协助 比如说听障 我怎么样用声音感测器去协助听障的人 然后怎么样用触控的按钮去协助听障的人 这些都有他的一些强迫组合的用途 那甚至你做的一些游戏 也可以怎么跟感测器做结合 议题 学校的设施 什么园游会 Squatch的游戏 甚至你要做 我们在比如说竞赛 这个竞赛如果是针对运算思维 这个是我用在猫咪被竞赛的时候 如果你要在你的作品上去呈现运算思维的概念 双向心目标无疑是最好用的选择 运算思维的概念 你就把运算思维的概念五个写出来 然后我如果要做一个 Squatch的游戏 那我在这个游戏里面 我比如说一个大鱼吃小鱼 我要怎么样去呈现系统拆解 那简单我就是把我刚刚的心智图 把它放在 那个游戏一开始出现的地方 然后评审一看到很明确 这个就是我有系统拆解 然后我资料表示我这个 他的生命指数 他的分数什么我就用图表呈现 然后甚至有一些变换的 刺激的方式去做处理 那你就我的分数在资料表示的部分 就会很明显的纸笔 显示数字的高 所以你就这样子去做一个分析 包括Arduino也是一样 设计思考怎么样在这里做呈现 一样可以做处理 所以这几个工具是非常非常好用 在科技课甚至在其他领域 几乎是万用的一些方法 好那我想 这个部分 最后最后那个自主学习的部分 跟后设非常的有关系 当年为什么体会到这个 这个后设那么重要 当年我女儿在学画画的时候 他学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那个画画班的老师跟他说 就是他遇到瓶颈没办法提升 那刚好在稻香国小那时候有 有办那个绘画比赛 那我就会 我就有去问说 到底那个评审都是怎么样去看待 那个学生的画画作品 那我就会知道 评审就跟我讲他们判断画画的一些规准 所以我就把这个规准 比如说构图 比如说色彩 我就会把这些规准 直接跟我女儿做分享 然后我跟她说一句话 我说评审都是这样在看待你的作品 所以你的脑袋 那个配色 布局 这些东西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在你画画的时候 你的脑袋就要把这些规准放在里面 你一边画 就要一边检查 我自己的图 这个布局 OK 我的色彩 这样子会不会 能够表达我心里面的感觉 所以只要他的心里面 他的脑袋有这个规准 有这个有色的眼镜 一直放在那边 随时去监测自己的作品 他其实就会有自制的能力 所以他就学到这个后色的能力 所以这个能力其实 不能是可以去培养的 但是你就是要透过老师 适当的去做引导 所以为什么会课堂 会把这些重点摘入出来 那 让小朋友去学习 那这个是 比较成熟的小朋友 会学的比较快 好 所以他以后就是有这个能力之后 他会自动化监控 那你再给他适当的动机 他有了动机 有了自我监控的能力 这个小朋友以后会完全自动化 你完全不用担心他的学习 所以 这是我非常推荐的这个部分 在 我觉得在课纲里面 他也有强调这个部分 所以希望各位老师有机会把它融合在里面 好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已经24分了 所以还有5分钟 那我想把这5分钟留给各位 那我把时间 交出来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或疑难杂症 交给老师 谢谢 那个我看一下老师的问题 那个有推荐的新制图书籍吗 那个 各位老师 我在 我有录新制图的 的影片 教学的影片 那 我分享一下好了 虽然 我慢慢会开始录很多 那我觉得 因为外面的新制图书籍比较是属于商业操作的部分 那 各位不妨直接看我的影片 我觉得比较直接能够 看到精髓 那我最近有录的 影片 是用新制图来学习的部分 你只要直接打邱文胜 然后打YouTube 应该就可以看到我的频道 好 那我的频道里面呢 我的频道里面 前一阵子才刚录完这一个 新制图 学霸 首部曲 我是用一个 学 新制 学 新制 学 就是上网 学习 阅读理解 跟图像记忆的部分 来跟各位分析 新制图的用法 所以我会从前面 我会从前面怎么样 就是 在大海里面 如何去阅读 然后做出 用新制图做出 简单的 栽药架构 然后呢 做出简单栽药架构 之后 如何协助你做 记忆跟背诵 记忆跟背诵 然后会有一些 特殊的门道 跟方法 那会让 如果 如果 各位老师学会 或者你教小朋友 学会这个概念的话 其实学生 常常用这个方法 他很容易就变成 学霸了 那新制图的概念 其实非常的广阔 各种场合 都可以用到 所以我几乎 万事都会使用 新制图 最近 其实 这几年 我都很少做简报 那这个部分 跟各位做分享 好 那接下来 我继续看一下 接下来就是 真的拜托老师 要提升那个科技教育的层次 那另外就是说 有老师会反映说 那个国小科技课 因为没有课纲 所以课发会 不一定给实施 所以 课堂数可能会增减 可能会减少 或者是甚至没有 那我觉得 你可以用我 讲运算思维 跟设计思考的 这一个部分的案例 去说服学校 就是说 因为这个 运算思维设计思考 它是 跨领域的通用能力 你一旦学会这个能力之后 任何领域都可以用 所以甚至 不只 甚至不能是降低科技领域的时数 而是 甚至连别的领域的时数 都要分一些给我们用 我是这样的想法 因为这个能力实在太重要了 好 所以 教师共备 如果 如果 惠美老师愿意带的话 我当然是愿意参与 这个没有问题 只要有时间都可以参与 而且像这种教师共备的课 算是 也算是我的业务 我今年应该8月 可能还是会回 回教育处网络中心 所以这个算是我的正式业务 所以 当然是非常欢迎 然后 既然是正式业务 我也可以用上班时间做 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 对 对 我知道新制图有 有很多 那个 孙艺兴老师的作品 早期我也是 有稍微看过他的书 那不过 各位不要 就是 新制图你学到他的精神就好 你不要被商业新制图的手法去限制住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任何的工具 你抓到他的精神 然后 纳为己用 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些变化 那个才会是你真正的东西 如果你一定要按照他们商业新制图的操作 什么线 一定要椭圆的 一定要连着中心的主题 一定要什么颜色 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那个会完全干扰你的 新制的运作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所以我把它区分 我的叫做实战新制图 好 那 英才网的知识 好 那我刚刚有给各位那个 我给各位的新制图的 图的里面 我把画面分享一下 我给各位的档案里面 还有很多我没有讲到的 好 好 那在这里面呢 包括 我就顺便把它讲一下 好 那个这里面有 我有给各位基础型的 Squatch怎么带 好 我给各位的软体 程式里面 这是我一般去教 基础班 我会这样子教 我会习惯从内工教到外工 我比较喜欢这样教 所以我会先分 数位输入输出 就是数位 所以我先教输出 因为可以直接看到你控制模组 原件 会比较有感觉 然后再教 那个输入 数位类比的输入 然后让他们去了解感受器的特性 然后这些 因为这四种是属于通用型的 所以通用型的我先教完 我才会进到 下一个礼拜我要讲的 就是 使用韩式酷型的 那这些韩式酷型 它的也是有通用的方法 就是你其实只要去看积木 就知道你的线要怎么接 然后配合上次讲的模组都要通电 所以你那个G跟V已经会接了 所以你只要看积木就知道 你的讯号线要怎么接 所以大部分都可以这样子做解决 然后另外就是一些其他的云端的部分 这个我就会放在进阶 那另外有一个部分 也会放在进阶就是 有关大电马达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这个 会 大电如果你是讲到那个 100G电器的部分 它会有危险 所以这个部分都需要特别的注意 那我 或者是会 那个大街那个 12伏特以上的电 可能会把它丢了烧掉的部分 所以我都会另外把它放在 进阶的部分才去讲这个部分 好 那还是进阶的云端 AI这些部分 好 那这是我在 教学的时候 我 我会有这样的一个顺序 这个 你看 这上面的诀窍 有都 后设认知 自我学习都有给各位 然后硬体的选择 会先选 同 同类的 会先选一个来教 交完之后再把那个类的特性 再跟大家做说明 然后 那个 在依据不同的情境 去选择不同的感测器 然后其他硬体就是类推 然后在 给他情境 他会去挑哪一种感测器 然后你的创意想象的就是 甚至你同一个 比如说麦克风 他不是只有侦测声音哦 他连吹气都可以 所以 你可以去想象各种感测器的不同的 类型的运用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去做处理的 那 教学顺序这边也有给各位建议 那他当然会有他的好处 然后一些秘籍 好 那这是我教一般课程的流程 那 刚刚有提到那个 如果是 英才网这边 这个都还没有放到英才网 之前讲一讲之后后来就 因为 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就后来就没有继续联系 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放在英才网的 然后我是 这个部分就是用主题型的 所以我会用一个小主题 去个别去学那一个概念 比如说跳跳马利欧去学数位输入 然后就先不提 然后 不提完就是 去制作 然后这个学习的内容就是 主要就是 学接线跟数位输入 然后最后会跟他做讨论 就是回到我刚刚那个秘籍的部分 然后所以我就每一种概念 我就会安排一个主题 每一种概念安排一个主题 等他初步的单一模组 单一概念 学完之后 会进到复合概念 就会 给他类似这样的主题 马利欧之小绵羊 然后他会同时混有数位的输出入 然后什么光线调色盘 他会同时混 类比的输出入 所以就会 概念会叠加 一直叠加上去 叠加上去 然后另外就会有 比较大型的 进阶的 进阶的就会把设计思考那些 运算思维那些 把他带进去 那这个是 这一张表是没有 发布过的 各位自己可以用 都随便你用都没有关系 那也没有很完整 因为后面没有写 后面就 就没有写了 那所以其他的部分 各位也就自行参考 那个 PBL跟那个 知识节点这个 其实是类似的 类似的 那其他各位 应该都 我今天都有带各位看过了 好 那 这个部分我想就先 讲到这边 好 那不好意思 那个谢谢邱老师的那个分享 那 那 因为我这网路不太好 那是不是 各位老师 如果要跟邱老师 say hi 或say goodbye 的话 也可以秀一下画面 那我们今天课程 就到这边结束了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